Hello 大家好 朱春路 澳門六大博企已先後公布上季業績 上半年經營情況較去年同期有改善 其中銀河更有錢賺 而賭廳龍頭太陽城集團亦發表盈利預告 預期今年上半年六德股東應佔日利皆付1.8億至2.4億元人民幣 而去年同期就虧損1.19億元人民幣 但日利的主要來源是在衍生金融工具公穩值變動的收益 大約是4.49億元人民幣 以及出售附屬公司的股權收益大約1.68億元人民幣 撇除上述的收益 太陽城來自旅遊相關產品和服務的上半年收入 只錄得2,690萬元 去年同期就有6,770萬元 仍然強差人意 所以還需要繼續努力開發更多增值服務 而7月博彩中介人在澳門經營貴賓廳的轉馬數有385億 較6月回升32.3% 收益有14.3億元 按月升了3.6億 太陽城和德進轉馬數齊齊破百億 由於疫情 相信8月份又會跌下來 真是生意難做 隨著環境和國家政策的改變 未來貴賓廳真的需要轉型才有機會生存下去 有學者分析 除了賭收之外 非博彩收入對各大賭廳、博企而言 亦是復甦形勢的重要指標 博企好、賭廳集團也好 如果業績健雄 對非博彩的投入有負面影響 不少投資項目也需要各置或延期 以維持生存先 至於目前業績上仍然有盈利的博企 主要亦是出於有效的成本控制 例如銀河真的懂得徵打細算 根據過去十年的數據趨勢 2019年疫情前博企的博彩收入佔總體收入8.7% 非博彩元素只是佔約13% 雖然國大博企都很努力 但非博彩元素所佔的比重 亦只是增長6、7個百分點 由於非博彩業務佔整體收益佔比不大 若要通過例如零售、旅遊服務等其他板塊 便較難大幅度提高公司的盈利 非博彩業務的盈利水平 超過賭收的可能性相信亦是非常低 而疫情導致巨額虧損的情況下 博企對非博彩的投資亦會大幅減少 所以未來仍然只是靠賭收 但要視乎怎樣轉型去適應環境和國家政策的改變 好了這一集就到這裡 記得訂閱、按讚和分享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 拜拜 拜拜